主料,绿豆面丸子200克,水发香菇50克,水发冬笋50克,香芹80克,黄豆芽80克,辅料,辣椒油,盐3克,花椒15粒,八角两个,姜20克,胡椒粉2克,香葱,香菜,特级酱油3克,醋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 水发的冬笋和水发的香菇切片,香芹切丁,黄豆芽洗净备用,炸好的绿豆面丸子备用,锅中放水,先放入八角,花椒和姜煮开,然后把备好的素汤料全部倒入,煮10分钟左右,加盐和胡椒粉,加一点点生抽,下入绿豆面丸子,煮8分钟左右,绿豆面把丸子要完全煮透煮软,丸子才好吃,碗里放香葱碎, 和香菜和适量的辣椒油,煮好的丸子带汤盛入,加一勺醋,美味的丸子汤上桌了,烹饪技巧,把绿豆面丸子汤做法的步骤下入绿豆面丸子,煮8分钟左右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